马上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各地天气都还算是蛮稳定的 我们从这个雨区暴徒来看 水气方面也很少 就只有在东部地区 以及整个大台北山区 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中午前后甚至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热 我们看白天北部跟东部地区的高温 大约是27到30度 中南部都可以来到32度左右 清晨各地低温是在20到23度左右 其实还是蛮凉的 日夜温差很大 所以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记得要加一件外套了 另外我们从云图上面来看 第18号的中度台风莫拉菲 它目前也是位在我们鹅兰比的 南南西方这个位置 海面上面是已经进入南海了 向西朝越南的方向前进 不过因为距离台湾是稍微比较远一点 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影响不太大 倒是这附近的海域恐怕会有一些风浪 沿海的空旷地区也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就提醒海上作业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 我们下期再见